面包 面包他吃不吃 吃不吃了 吃了 草紫冈 看那个小的 小的喂他点 那个最小的那个 喂了两个 就那个小不点 喂了也不错 大家好 这下面流汤呢 就是我们三晋大地的母亲河坟河 所到之处呢 处处都是风景 我现在啊 就是在山西古郊 河扫县的坟河段 那么坟河呢 从古郊市区流出 途经这个自然形成的山洞呢 开始变得汹涌起来 这是周家山二号桥 我们来看桥下的水啊 大家看这个水流也是比较急的 而且水呢很清澈 那么坟河继续向前流呢 途经呢就是周家山村 我接下来呢 要去的就是周家山峡谷 那么如果您和我一样 并不是资深的户外徒步者 但是呢 又迷恋大自然的山与水啊 在这个特殊的不能远行的时期呢 可以来太原周边的周家山峡谷走走 在这里呢不需要太多的体力 在这里呢 你也可以尽情的去想象 自己仿佛呢 是游历在黎江的山水 或者呢是乌山的小三峡 穿过了周家山隧道 就来到了周家山村脚下的 一个临时的停车场 这里停车呢是五块钱 周家山村已经属于太原的万百林区 粉和水流到这里呢 就已经进入了太原境内 我们看这里群鸾蝶杖 沟壑纵横 也是古礁东下太原的一个要爱 那么再往前走呢 就可以看到美丽的坟和峡谷 上面就是周家山村 对面那个山崖上呢就是周家山村啊 周家山村呢 其实在2013年就已经全部的搬迁了 因为那个上面就是说交通非常的不便利 对村民来说呢就是生活非常的不便 吃水难 就业难 上学难 俗称三难 三月的坟河峡谷里面呢还是比较寒冷的 但是呢依然看到有游人带着食材来这边野炊 这一段坟河其实是古礁市和太原万百邻区的结合 如果我们看太原地图会发现 坟河在流出古礁流进太原市区之前呢 会拐好几个弯 那么坟河为何不走直线呢 来到这里 亲眼看到这连绵起伏的山崖 我们会想起 蜀江春水拍山流的诗句 答案呢也就不言而喻了 这大概呢就是老子所说的水文化 水之道便是自然之道 天地之道 如水般行走人间 才是顺应宇宙之大道 我们的母亲和坟河从山西的宁武县 广层山脉流出 流进了山西六个市二十九个县区 全长呢七百一十三公里 所到之处啊 有各式各样的景观 那么这一段坟河呢 其实呢是比较原生态的野外的 以前呢也只有一些户外的旅友呢 才会到这里 但是现在呢 坟河沿岸进行了治理 而且呢修了观光路段 让更多的人呢 可以轻松的走进来 来欣赏这里原生态的坟河峡谷 打听了一下 如果沿着这个观光道 一直走呢 就会走到我们刚才行车的 周家山隧道那儿 也就是说这个地带呢 是个环形的 但是我们没有继续往前走 而是从对面公路上呢 返回停车的地方 从公路上走呢 就是从另一个视角 来欣赏一下坟河峡谷 大家看坟河两边 左边那个地势比较低的呢 就是我刚才走过来时候的观光道 那右边这个呢 就是公路 那么从这个角度看呢 风景是不是更美 大家来看一下旁边的山崖 整个峭壁呢 就像是刀劈柜一样 那么大胆的来设想一下啊 如果两边的山峰呢 距离更近一些 那么是不是中间呢 这一条坟河 有那么一点点像重庆的小三峡呢 看这边 这是一个水泵 一直是泵到这个原先山上面 是周家山村嘛 现在周家山村呢 村民不是已经搬走了 然后这个水泵还在 还一流在这 不知道现在还使不使用 从这儿就上了周家山村 但是上面现在已经是无人村 我们就不上去了 七百多年前呢 十六岁的袁浩问 就是在坟河边 写下了千古名句 问世间情为何物 只叫人生死相许 此刻走在周家山坟河峡谷 看坟河水曲折蜿蜒 奔腾不息 不禁感慨 就是这条河流滋养了我们 美丽的三进大地 感谢大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